淑雅 字幕 孟大夫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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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家其實在生寶寶之前 已經在練習了 我是跑步加乳家 但是開始調解我自己的心情 由生寶寶做完那個手術之後 最初是因为我喜欢在健身房做健身的动作 然后那些是会大直的 所以我是用瑜伽的方法去拉伸 其实瑜伽是练习的不只是身体 还是自己的心态 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多动作其他人做的很劲 很想快点学习 很想快点成功 但是有时候 往往是你越想快 越快不到的 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瑜伽练的心态 好像工作、工作都是一样的 就是慢慢来 我为人前六个月 都是继续玩瑜伽的 后六个月是医生说 你不要做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非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才开始改行路 因为我是顺产的 所以生完之后可以立即做瑜伽 都是差不多一个月 坐月一个月之后就已经开始练习了 之前的时候得失心比较重 会不开心 但是现在可能是做瑜伽 以及已经是一个妈妈的原因 所以很多事情想的时候 已经不是很专与说 以前会哭、大哭 会跟妈妈说 但是现在不会的了 我觉得我是我类类的榜样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挑戒 因为做瑜伽的时间很好 是早上六点开始的 这个时间是我一定在家 一定可以做到 只不过是能否起到新的问题 如果能起到新的话 就一直可以坚持做这个瑜伽 但是晚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做事 或者是未回来 有很多问题 可能跑不了 又或者下雨 也是跑不了 所以我也是坚持 一定要早上做一次瑜伽 然后再想后面的事情 做瑜伽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专心做 里面有很多的动作 是可以想很多东西的 你坐在那里 你都不是放在那里 你会想起 如何敷 如何吸 然后腰 后面前面 如何摆 所以其实 如果真的专心做的话 有很多事情想的 身边的人说 你快点去考 瑜伽那么好 为什么不考 但其实我自己想的 就是 其实你做 如果做导师的话 很浪费自己的精力 很多时候 你上完一堂之后 自己已经不想再练习 所以我想 将那些时间 那些精力 放在我自己身上 多些 我想自己去练习多些 自己有些进步 可能 遲些可能会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还没够